我们也心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严峻性 不确定性上升 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 有效需求不足 社会预期偏弱 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就业总量压力和机构性矛盾并存 安全生产的泊路环节不拢祸事 政府工作存在不足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现象仍叫突出 一些领域腐败问题仍然督发 我们一定直面问题和挑战 尽心极力做好工作 绝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和重托 绝不辞负人民的期待